来自南方都市报报报 因为上了市场监管部门通报的不合格食品名单 网红雪糕奥雪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6月1号新浪微博认证为 引口奥雪冷藏储院食品有限公司的奥雪冰淇淋 发布关于网传网红雪糕再上黑榜的声明 奥雪在声明中称 广东南京发布的两则通报抽检产品均为2019年产品 并非如今市场上的在售产品 另外奥雪称对于生产批次在2019年7月前的双黄淡雪糕 已经进行下架及召回 不能召回的要求经销商立即就地销毁 而且明明禁止任何渠道任何经销商售卖 已经发现立即停止供货取消经销商资格